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 相信这都是神做的决定 不要难过 虽然你们看不到妈妈 妈妈会在天上保护看护着你们 不管白天黑夜都会在你们身边 希望你们永远都幸福快乐 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们 你们永远都要让他走 我怎么舍得我怎么可能 我说不可以 我说不可以 我怎么可以这么舍得 尽管于天和丽雅萍深深哭喊 他们的二女儿于怨期抗爱八年多 仍不敌病魔享年三十九岁 身为于天李亚萍的女儿 于怨期从小不愁吃穿 她也遗传了父母的好歌喉 一直有着歌手的梦想 然而不焉不酒爱运动 向来重视养生的她 却在2014年31岁时 传出罹患直肠癌正经演艺圈 现在一切都还很好 当时她的病情急转直下 短短时间从一期变三期 在开刀切除了癌细胞之后 开始她的化疗疗程 她曾经说过化疗期间是最难受的 每次住院化疗三天后 回家要难过个五至七天 被呕吐落法舌头发黑等副作用折磨 历经半年多 做完12次化疗 于怨琪终于宣布重生 好漂亮 非常的漂亮 2017年 于怨琪和小四岁男友 Gary未婚生女 2019年1月 在圆山大饭店补办婚宴 锡开110桌 盛况空前 婚后没有多久 她再度怀孕 喜怀儿子 没想到儿子10月一出生 就罹患心事中隔缺损 必须开刀处理 对此担心不已的于怨琪 竟又爆出癌症复发的坏消息 癌细胞从淋巴扩散到肺部跟肝脏 让于天和李亚萍难过到爆头痛哭 我感觉心情很坏 我本来想说 我没能不能来 于怨琪身上被罩出八颗肿瘤 除了开刀切除转移到肝肺的癌细胞 这次的化疗药量更是上次的一倍 让于怨琪呕吐不止 无法进食 李亚萍在旁边看到女儿这样 心疼的气不成声 求上天 愿把剩下的生命给女儿 弟弟加油 还有嘞 妈妈加油 面对这一切 于怨琪为母则强 没有灰心 为了小孩 家人我一定会坚强 我要跟我的宝宝一起长大 我一定要好起来 做了18次化疗之后 她再度宣布抗癌成功 终于可以好好陪小孩了 过年的心情会不会比较复杂 当然会 当然会 因为在年前 直到二姐这个时期 她没有那么的想象中的那么 决定 看到她两个小孩还小 所以觉得我二姐一定会好起来的 然而老天爷又开了玩笑 2021年37岁的于怨琪再度复发 由于多个部位不断出现肿瘤 于怨琪手术不断 同年7月还动了一次 长达17个小时的大手术 最令人不舍的是 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的于怨琪 每次动手术要麻醉时 都哭喊着 我看不到我的小孩了 而她身上更是充满着刀疤 走路腰都是拱着的 直不起来 开刀电烧处理肝部肿瘤时 也应对止痛药马飞过敏 电烧完后更一度痛到牙齿发抖 痛苦的治疗过程让她哀嚎 不要再开刀了 却也促使她加入人体实验 造福更多人 只有走过这样的路 才能深刻体会那种苦痛 我希望自己的亲身经历 是有意义的 可以让其他人看到希望的曙光 她比我坚强 她不会在我面前掉一滴眼泪 她不要让我再难过 然而这一路治疗下来 于怨琪的病情不见好转 李亚平更曾崩溃泪素 我们全家人都被击垮了 只要琪琪好 用我的命换她的命 反正我人生七十几岁也活够了 并找好友帮女儿改名为余永云 因为命理师说 琪字很像断带 琪琪属猪 猪皮断带怕有被杀的意思 希望透过改名摆脱厄运 你没有办法知道 你这么痛苦的情况下 你可能还是会走掉 从2014年以来 于怨起跑龙总跑了400多次 化疗做了70次 只要开车经过医院都会觉得恶心 面对不乐观的情况 痛苦的化疗 她为了一双儿女仍不愿放弃 老公Gary以及于家上下 在整个治疗的过程 更是不遗余力的一路相伴 无奈最终仍不敌病魔 留下老公和一双儿女 于天和李亚平 白发人送黑发人 场面令人不舍 感谢观看